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很多代表和委员把目光拒绝到了制造业和实体经济 而深圳坚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前瞻布局新兴产业 凭借着自主研发 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已经占据了全国近六分之一的产值 刚刚在西班牙落幕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 深圳制造在展会现场再掀起热潮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 来自深圳的IC设计企业惠鼎科技 发布了酝酿多时的显示屏内指纹识别技术 这个技术应该说是下一代手机 全屏手机的一个最重要的技术之一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功能是把过去要在外部的这些button这些空间省掉了 安全性整体的效果会做得更好 得益于国家政策支持和深圳良好的创新环境 2002年落户深圳的惠鼎科技 已经发展成为全球人机交互及生物识别技术的领军企业 漫步展会现场随处可以看到中国企业的身影 而在这其中包括中兴华为等在内的深圳企业 正日益成为其中最闪亮的组成 深圳企业在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的表现 是近年来深圳大力培育发展新产业 新业态新产品新服务 加快构建满足需求升级的供给结构的一个缩影 当前深圳战略性新型产业正呈现出结构优化 创新能力增强 规模效益提升的良好态势 去年深圳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7847.72亿元 占GDP的比重为40.3% 先进制造业增加值5428.39亿元 增长8.5%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75.4% 我也感觉得益于三个方面 第一个得益于我们比较早的抓住机遇 布局了一大批新型产业 第二个我们是比较早的进行了转型升级 清理淘汰了一大批低端落后企业 第三个我们感觉最重要的还是得益于 我们深圳市政府一直致力于建设市场化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据悉自2000年以来 我是先后九次修订了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 从科技水平经济效益环保能耗等方面提高企业进入门槛 主动淘汰转型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企业 通过这些举措 十二五期间 深圳整备土地1661.81万平方米 改造提升旧工业区1368.56万平方米 为268个重大高端项目落户腾出空间 实现了腾龙换鸟 2016年深圳经济总量达到19492.6亿元 9%的增速位居全省第一 而更加令人眼前一亮的是 去年深圳新经济规模占经济总量过半 全年三星经济增加值9827.45亿元 占GDP比重达到了50.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